我 国足彻底沦为笑柄 孝心逢拱发生讽刺男主 10个字点评或百万球迷力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中国国足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所向最近的国足了又闹了一个大笑话 彻底沦为笑柄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那么其实目前的话中国男足这边的整体的口碑 包括舆论生的真的是越来越往下掉的 尤其是此前的输给越南这样的一个云南球队之后呢 更是让中国女中国男足在我们国内整体球迷的口碑呢 是变得每况愈下 现在是非常糟糕 现在可以说是只要提起中国男足的可能很多球迷了 都忍不住要去批评一声 毕竟的其实当时在大年初一提出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实在是让一众球迷非常的不好受 如果说不是中国女足在之后的亚洲杯当中的挽回些颜面 那么我们中国国足了 根本在世界就抬不起头了 所以可以说在这段时间的很多球迷啊也 真的在热议中国男足包括甚至像很多的一些 娱乐圈啊体育圈的一些 专业人士呢也都在这个时候呢 拿我们中国男足作为一个笑谈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此前的话除了说这次输给越南之后的话 包括我们中国男足在此前是海参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也是在最近成为了一个大笑话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针对中国男足吃海参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也有最近有一个著名的孝心的拿这个梗呢来发了一个视频 并且呢用里面的一些段子呢来讽刺我们中国男足实在是 太过软淡了 就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著名孝心 逢孔也在这个社交平台当中的发了一个短视频 这个短视频当中呢是他和友文呢在谈论这个春节吃的一个食物 在这一个段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是把中国男足呢比作一个海参 大概呢也是用10个字来点评中国男足的一个整体状态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就像海参一样 表面是硬的里面是软的 那么可以说啊这10个字也真的是鞭辟入理 而且是非常犀利也是非常 直观的点评 说出了我们中国男足的一个要害和缺点 确切实实啊就像冯孔所说的那样的那么中国男足确实就是表面的 看起来态度很硬 但是一上场一提比赛的里面就软了 彻底是被别人压着来打 甚至连越南的都打不过 所以可以说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呢冯孔说出这10个字来 点评我们中国男足的一个整体状态的话 也确实获得了很多球迷的一个支持 那么从他社交平台的一个点赞数量 包括评论数量来看的话加起来呢 已经是超过百万了 所以可以说目前呢已经是有超过百万的球迷了去力挺冯孔的这番话 并且呢也觉得他说出了中国男足呢目前那个要害和缺点 所以可以说啊那么在事隔这么久之后的话中国男足呢也是彻底的再次 沦为笑柄再次呢成为大家的一个笑料 确实我们回顾其实目前那个比赛来看可以发现中国男足相比较于中国女足呢 确确实实要软很多 很多时候其实即便是你实力比不上对手但是呢你的经济神要足你的拼劲要足那么球迷是能够感受得到了 就像我们中国女足啊在半决赛开始呢其实我们的实力就已经比不上日本 更别说在总决赛当中我们面对实力 第一的韩国女足 我们其实整体的一个战术啊包括我们整体的一些能力呢都是比不上对方的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像水性侠指导所说的 一定要在场上的拼尽全力了无遗憾 这样一来即便是不能够赢的比赛呢也真的是内心呢 没有任何可惜和回顾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以说对中国男足来说呢他们恰恰就是缺乏了像中国女足呢 这样的一个拼命的精神 所以在场上呢才会像连越南这样的球队呢都能够压着我们中国男足来打 实在是一言难尽 所以可以说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男足来说呢将来如果说真的想提出一个好的成绩 首先你内心的那个精气神呢得提高过来 起码呢不能变成一个软弹 否则呢谁都能来踩一下的话那么基本上呢没有抬头的个啊日子可看了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